70岁的北京市民李淑珍有一个坚持了20年的生活习惯 我现在每天喝三次葡萄酒一次喝40克 还有时候晚上临时叫前再抿一口 70岁的老人每天离不开葡萄酒就够稀奇的 可您在看他家的这些大罐子 里面的酒竟然都是李淑珍自己做的 他每年都买好多葡萄做好多葡萄酒 什么送给亲朋好友 每年我们都能也能喝到他做的这些葡萄酒 这是我去年酿的玫瑰香的葡萄酒 你看这颜色多漂亮 特别浓厚的纯香味果香味 哎呀喝一口好喝极了 李淑珍为什么离不开自酿葡萄酒 这还要从20年前说起 当年因为外伤使颈椎受损 留下了后遗症 李淑珍不得不在家休养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脑可能也就是50岁左右吧 那个哎怎么这个这儿疼那儿疼 这手一钻全 这骨子截都疼啊 当时挺严重的 就是躺在床上几乎就是动不了了 我身上医院去看看去吧 也是现在的三级甲等医院 给我测了一股密度 说哎呀 您这个骨质疏松可够厉害的 不仅手脚发麻 而且还有骨质疏松 这可怎么办呢 我自己先用我自己的办法 这个康复治疗啊 要用我的这个偏方治疗啊 最后实在不行 再说 他说是他们组上传下来的一个秘方 但是具体他对人 他也不介绍这些这个 这个秘方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神秘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李淑珍顿顿离不开的 用葡萄酒炮制的药酒 古的医书啊 比如像本草纲木啊 本草十一啊 什么滇南本草啊 好多书上我都查 说这葡萄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他们说这个 这个葡萄啊 是大补气血 滋补干肾 说的倒是不错 但喝葡萄酒 真能解决手脚发麻 和骨质疏松的问题吗 2009年8月 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 李淑珍又要去采购葡萄 准备酿酒了 他专买那种叫做玫瑰香的品种 一会儿功夫就挑了满满一盒子 他每回从大批下来就开始买 他不像别人那样买的少 别人买两斤三斤 他一买就买二三十斤 而且买好的做葡萄酒 连水果摊主也知道 李淑珍做葡萄酒 看来他还真是名声在外了 这倒再次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市场上有现成的葡萄酒 为什么非要自己酿呢 干肤葡萄酒呢 一个是价钱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 他喝了以后啊 他酸涩老有点呛嗓子 我有点不太习惯 我就琢磨不习惯那口味 所以我就琢磨自己能不能做呀 可是自己酿酒能行吗 这不葡萄买回来了 第一步就得洗 第二步 点水泡 洗这个葡萄的时候一定不能搓 要保留这个白膜 这白膜是一个野生的酵母 天然的发酵剂 听上去还挺专业的 可接下来呢 您瞧瞧 还用上了电风扇 这又是干嘛呢 无油无水 如果有油或者有水 做出葡萄就酸败了 原来洗过的葡萄 要用电风扇吹干 还要不断翻转 之后真正的工序才开始 必须是无油无水 用这个干净的毛巾 一定要把它擦干净 手洗干净 开始 把这个猪一个一个揪下来 李阿姨把葡萄粒揪下来之后 接着要出现的酿酒工具 就是自己的手 这个把它挤碎 就有自己的全都挤 挤压以后呢 它发酵就更快 因为咱们是利用葡萄汁 泡着皮和籽 它主要营养呢 是在皮和籽上 经过一番挤压之后 就快接近完成了 把这个葡萄 挤好的这个葡萄汁和皮籽 放在一个无油无水 无水的器皿里边 这大约三斤葡萄吧 放三两白砂糖 这个弄完了以后 把盖盖盐 如果做整桶的 上面要留 大约七八公分的叶面 如果叶面往上升 升得快到瓶口了 这时候就是二氧化碳气 要把它打开 打开放一放气 再把它盖上 就这么个药领 当这叶面不继续上升了 糖完全融化了 叶面不完全上升了 这就等着发酵了 发酵在常温下 一到两个月就可以了 最后 把发酵好的酒液滤出来 装到酒桶里 葡萄酒就算酿成了 就是这个葡萄酒 当年李淑珍大约喝了半个月以后 居然真的有了感觉 用我自己做的这葡萄酒 泡在灵质度中的药 喝了这酒 人就精神 他不是说一下就不疼了 人就开始觉得 这个胳膊腿 它就有点劲了 夜里 这麻醒一回两回了 不到半年 我也没吃落包 我就上班了 有医生认为 说李淑珍的手脚发麻 是颈椎受伤 压迫神经所导致的 而在中医看来 这种情况是肝肾不足 导致筋脉失痒所造成的 《本草纲目》里边就说了 说葡萄能补气血 滋肾液 补肝阴 强筋骨 您想想 喝葡萄酒 气血补足了 血脉通畅了 肢体得到滋养 这手脚自然也就不再发麻了 另外有研究表明 说老年女性 雌激素缺乏 会影响对维生素D的吸收 而维生素D的缺乏 又会阻碍钙的吸收 导致骨质疏松 而葡萄里 它还有一种成分 叫做白黎卢醇 它能够有效地抑制 雌激素缺乏 所导致的骨丢失 而它主要就含在 葡萄皮和葡萄籽里 在酿造的过程当中 会最大限度的渗出 所以李淑珍 要用带皮带籽的葡萄来酿酒 而颜色月子的葡萄 白黎卢醇的含量就越高 所以李淑珍就选取紫色的玫瑰香葡萄 这下您明白葡萄酒的秘密了吧 不过记得李淑珍还说了 说他这个葡萄酒还用来泡药呢 那又泡的是什么药呢 这是杜仲 要把它掰开 你看它这里边有好多筋膜 要把它掰开 这样让它那个更容易细出来 放完杜仲 放完杜仲 放凌芝 放完凌芝 放大枣 三十六枚 三十六枚 最后放冰糖 要放五斤干红葡萄酒 然后盖上盖 泡七天就可以喝了 李淑珍泡的药酒 需要准备零芝五十克 生度重五十克 大枣三十六枚 冰糖三百七十五克 干红葡萄酒五斤 如果您嫌自己酿麻烦 买现场的也可以 每天三次 每次四十克 李阿姨还给这酒 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灵芝度重酒 喝了很多年 自己酿的葡萄酒 李淑珍的手脚发麻的症状 得到了改善 这岁数越大 这胳膊都更不麻了 为什么呢 我自己做了葡萄酒 我去年做了二百斤葡萄的葡萄酒 前年做一百五十斤 自从尝到自酿葡萄酒好处之后 李淑珍每天三次 每次四十克的饮酒习惯 坚持了下来 这个前一段 我又做了一个古密度 我那古密度啊 大夫一看 我说大夫 我几度骨质疏松啊 大夫说 哎哟 您这腰在年轻的杠上呢 您这胯 刚沾一点 中年人的边 杜仲和灵芝啊 都是药食两用的 这个杜仲啊 它具有补肝肾 肩筋骨的功效 杜仲中的筋膜 其实啊 叫做杜仲胶 部分成分相当于雌性激素的作用 但是啊 它难溶于水 而易溶于酒类以醇 而这个灵芝呢 它有补虚趋痛的功效 对头痛啊 腰痛啊 还有神经痛啊 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啊 有缓解的作用 不过在这要提醒您的 就是这个药酒啊 一定要在饭后喝 而且喝的时候啊 要戒烟 同时不要再喝其他的酒类了 还有啊 就是这个酒啊 是李淑珍自己摸索出来的 那如果您也想试一试的话 千万要先咨询医生 在专家的指导下来饮用 以免 这意思就是这个药酒 我也是一口一口一口的 我可以喝了 就是这个药酒 是这样的药酒